我來到高雄說實在我非常驚訝 因為這裡我幾乎用無法無天來形容 許多我的支持者不管掛我的海報 擦關東西或掛招牌 都會受到相關單位的關切 而且壓力 甚至直接下公文要拆除啦 甚至要求他這個說因為污染環境之類的 藍綠上來之後 選前開了一大堆支票 選後全部跳票 然後每四年又重新開支票 不是我去打敗他 這些人之所以會下台 是因為他們自己打敗自己 做了太多的荒唐狗屁倒灶的事情 所以他們是被人民打敗的 我在想現在已經資訊透明了 過去可以一手遮天 現在大家都覺醒了 我覺得2020年真的是百姓覺醒的一年 希望進到立法院 我能夠未來提議 能夠修個法 民意代表 為什麼要做萬年民意代表呢 很多民意代表 甚至做到推輪椅了 還在做民意代表 其實不應該是這樣 我建議兩屆就好 就像總統一樣 一般 他就算我不能夠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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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